GOOD MORNING啊小嘎伙们 看着我背着重重的行囊 现在在哪儿 我们在大兴国际机场 刚才你们是不是看见了一把STA的钥匙 从镜头前上过 没错 是因为一般冷冷车的开始呢 我都是开着一爆 今天来机场 咱也不能说开着一爆炸过来 对不对 只能用钥匙来稍微代替一下 冷冷冷车现在正式开始 目的地是哪儿 是宜春 非常著名的雪香 去参加斯巴鲁的冰雪试驾 虽然不可能有一爆了 但是全新的BRC 在冰雪里 货车 玩车 飘移 甭管了 赶紧出发吧 登不及了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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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对不起 打脸了 全新的BRC 在冰雪里 火车 并没有全新的BRC 你可以看到 就是今天所有车型都摆在这儿了 有三款 一个是斯巴鲁的XV 还有一个是奥虎 还有现在都是全部的是最新款的 2022款的 身人 你看我都戴了什么了 都戴了一个非常非常俄军的帽子了 都是 发生了都 太冷了 所以发现我们的车呢 都已经换上了雪地胎 地震胎 然后今天呢 我也跟我的朋友呢 新学了一个知识和轮胎品牌啊 哥们 这也是刚刚知道的 就是他的那个水迹胎 这也是 NOKIA 就是他告诉我这个 原来做这个手机的那个 诺基亚品牌 他们的这个橡胶业务 所以说这 说这一款在这个 俄罗斯 使用率比较高啊 现在比较高的一款 这个水迹胎 然后现在呢 又已经按上丁了 以便于我们在玩雪 喝雪 你会发现就是 并不是在冰雪下里 只有一个很大马力的车 才能给你带来很高的乐趣 因为你要知道 大马力的车是非常不容易上手的 而且 他会要求你的操控啊 你的这个人的这个技术 非常非常的精确和精准 不然错过这就会犯推头 出了一种上墙的情况下 然后呢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全新的这个 R02款的森林人 它的外观呢 也是做了一个调整 但是我更选这台车 虽然这台是一个大高配 这台是一个中配啊 但是你会看到这个颜色 哥们这个熏绿的 真的是非常好看 它跟之前咱们试驾 那款奥虎的绿色 还是不一样的 颜色还是比较发深的啊 然后之后你会发现呢 它配上一个熏黑的 这样一个中瓦 还是非常好看的 那这个在高配版上呢 这变成了一个 镀铬的一个材质啊 但其实整体的车身造型啊 和之前的我们的 所有的这个森林人呢 还是基本上相似的 但是在这个尾灯和细节上 还是做了一些改变 这个呢 就是我的这个试驾车 这个蓝色非常高配啊 你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电动的尾巴 而且呢 它连后排 都给你配备了 那个座位夹设 和这个220V 2.1安的 这么一个难烤头 它这款的 斯林人呢 现在已经没有2.5自然吸气 这个动力了 现在全部都是220 FB220的这么一个发动机 马力的一边54比 你要知道就是说 在家用情况下 这个马力的 其实是非常够用的啊 而且你要知道 自然吸气带给你的那种啊 非常顺畅的驾驶感觉 其实很多很多的啊 污车车给不了你的 然后我们坐进车内 哎呀 看看吧 哥们 我上次见这个东西 还是第一次见到 实在短P路的驿报上 有这个四驱的控制按钮 因为咱们是一个高配嘛 你看 有这个雪地的模式 这边是更强的一个四驱 然后这边是一个就是 下雪的时候 你要可以开到一个四驱 然后之后呢 再Push一下 这边写什么Push 就是Normal的 就正常到我们的四驱了 那这台呢 森林人一直 你以为要的是什么 除了前方的Bosser Engine 有一个很低的重心 好好操控之外 就是他这套四驱啊 全是四驱哥们 你要知道22万体称的 一个森林人的话 他的优势 在我看来就是进口这个身份 虽然说国产或者合资的品牌 他们品工做的很好 但你要知道 其实在细节和精度上 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就是他虽然差距不是很大 但是还有一些的 你会看到森林人这款车也好 或者斯巴鲁全新的车型 他在海外的配置 和咱们在这个国内 你可以买到的车型 是一模一样 他不会像其他 很多合资品牌一样 就是稍稍的 咱们的合资车型 会跟国外的配置啊 或者说 感受有一些小差距 但是呢 今天的目的是玩车 所以说呢 玩起来就好了哥们 你把车甩着开 才是冰雪试驾的真谛 这辆森林人在升级了 悬架系统之后 嗯 他一个前面无论后 双拉臂的一个悬架 在面对那种很陡 起伏路很大的车 他并没有一个 就那种悬架很松散的 这么一个表现 也并没有那种 说咱们平常开越野车出去玩的时候 会有那种悬架在边上 咯咯咯咯咯咯咯 并没有 这是很舒服的 这么样一个状态 包括现在都是一个冰雪的大悬面 虽然还很稳的把车带了 噠 痠 呐 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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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圈全都三点路公里 我们大概拍了有个五分钟左右 没仔细看 但是这圈下来其实还是非常好玩的 这个冰雪给你的感受就是这种 在失控边缘游走 让你找到了你真正跑拉力赛的感觉 就拉力赛跟别人 我觉得相当的哪 就是它都没有什么太多抓地比 当然拉力赛跑比较快 你在驾驭什么 对 你但凡踩刹车 赶紧摘了吧 压根就没开机 这种就是一个车在你脚下 然后你可以随所欲去操控它 然后在你的人的能力和车的极限边上 去试探你这么一个感觉 其实非常好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去热爱赛车这项运动 客人卖个雷附体了 从管了 当然后面那个转是什么 就是干啥不行 确实是吹牛的 你们也别写 最后的最后哥们 冲我都没穿大衣给大家开摄 该投币给投一币 谢谢 谢谢大哥们了 这么久 不过头咬电 你们就能够到你脚下 这次都将冲我走 看来 如果那肯定的 到你这时候 就是有哪有 是的 有人